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生成一致性人物新的方法啊 叫Hyperlora 大家看一下它现在生成的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 首先生成的质量呢都是非常高的 也涵盖了各种分辨率 包括各种景别 各种展现形式 那我们总体上来说的话呢 这个应该比传统的这个模型 比方说Instant ID或者是POID 可能感觉上都要好一些 那它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它并不是基于Flux的 而是基于我们的SDXL模型的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技术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它在Github上的主页 那这个技术呢是由字节研发的 并且呢它直接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Confi UI的扩展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的描述 它叫个性化人像合成技术 那它最关键的创新点是什么呢 就是用一种自适应的方法来生成Laura 那你可以认为这种Laura呢 是我们根据提供的这个什么参考图片 现场微调得到的 所以说呢 这有一个类型啊 叫Generated IDLaura 那这个动态生成的Laura呢 可以直接应用在我们的图片生成上面 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动态Laura 或者叫超级Laura 那我在RendingHub上呢 也给大家构建了相关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直接去使用 大家可以通过Rending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安装 这个安装的话呢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是一个传统的操作 大家呢把这个仓库呢 克隆到你本地的目录里边 当然是放在我们的Custom Node里边 那然后呢我们需要安装 我们所有依赖的包 可以使用Python的Pyp程序 来安装这个Requirements 再往下边呢就是模型的下载 模型的下载的话呢 大家可以参照这个部分来进行 它每一个都有对应的连接 并且放到你本地的目录 你都可以按照它的这个说明直接来做 大家注意啊 可能看这个目录结构容易出错 你直接按照下面这个说明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模型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config.json 就是一个配置文件 直接放到这个目录里边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下载这个模型和它的配置文件 这两个呢 那这两个下载比较简单 因为就是两个文件 也没有问题 这个呢应该大家不用下载 如果你用过Pyid或者Instant ID的话呢 或者是我们之前说的InfinityU 那这些扩展呢都会需要AntilopeVR 这样的一个压缩包 它主要呢是Inside Face在使用啊 所以说呢需要放在Inside Face的models里边 那么你最好先检测一下 应该是你已经安装了 那最后呢是这个Hyperlora的这个model 你注意啊 这个是一个Diffuser格式的 所以说我们打开它的话 你会发现啊 是一个Hungle Face的目录 大家呢需要把所有的这些 全部给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的方式呢 大家可以使用Jet克隆 直接把它克隆下来 注意你放的目录呢 是在Confioi Models里边的Hyperlora里边 另外的话呢 就是启动你的Confioi 在这过程当中呢 你保证没有错误出现 尤其是你安装的这个包 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 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首先你要注意啊 它这个Lora呢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呢叫Fidelity啊 就是有更好的这种一致性 第二个呢叫什么 叫Edit 这个主要是提供了更好的这种什么 这种编辑能力啊 比方说内部绘制啊 或者说我们结合其他的这种应用 让它的效果变得更好 所以说呢 我们在使用不同的工作流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Lora的类型啊 如果你没有特殊需求啊 你可以选这个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呢 它需要用到两个扩展 这个你最好装上 一个呢是进行编码用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Impact Pack 这里边的话 主要提供了这个 面部细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说的Face Detailer 是吧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项 就是Hyplora 它并不适合所有的SDXL模型 都是兼容的 它们测试起来呢 大概是这些 那我用起来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效果是不错的 所以说我在测试的时候呢 都是选择这个模型 另外它这也提到了 权重呢 应该是0.75到0.85左右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0.85 另外呢 这个工作流呢 也是和我们的Face Detailer 然后Instant ID 包括我们的CounterNet 是兼容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为大家来试一下 大家注意到你安装好之后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位置 把我们需要的这个模型 都下载下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 文生图的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非常的简单 我这儿呢 有三张刘诗诗的图片 而且组成了一个Batch 首先你要明确啊 这儿不见得分有三张 一张也是可以的 当然三张呢 主要是为了效果更好啊 然后最关键的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流程 大家看一下 这儿呢 有一个Laura的Config 大家呢 不用对它做细致的了解啊 这个基本上不动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加载这个Laura 这个Laura 我们现在加载的是 这种一致性比较强的啊 所以说是这个Badality 然后呢 我们来生成这个Laura的Condition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我们这个图片 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呢 我可以将这个人物的 Face Attribute 也就是我们说的 人脸的特征 给它提取出来 然后呢 生成这个人脸的 ID的一个Condition 然后呢 动态的来生成这个Laura 并且将这个Laura 应用到我们的模型上面 所以说呢 在这儿呢 可以把我们的底膜 给它串上去 这个底膜 我现在用的是 Cyber Realistic XL 这个模型 你要去看的话 它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啊 你直接用2.0或者2.1 效果都是不错的 到这儿的话呢 其实我们生成了一个附带Laura的 用Model 然后再往下边呢 其实呢 这儿是一个标准的文生图的流程 你注意啊 它在这个工作流里边用到了 Set Last Layer 我在Running Hub上跑的时候会报错啊 所以说我现在把它跳过了 然后你要注意 在这儿我们用到了一个扩展啊 叫ADV Clip in Bide 那为什么要用到这个 主要呢 是为了让它和我们的A111 这个格式呢 去兼容 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之前的这个 Stability Furn呢 主要是两个分支 一个是Conf UI 一个是Web UI 那Web UI呢 一般我们也称之为叫Automatic 1111 是吧 就是A1111 那么这两个 其实有一些本质的不同 在生成图像的时候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种子生成的方式呢 是不一样的 那一个呢 是在CPU上生成的 一个是在JPU上生成的 另外就是对这种权重的计算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测试起来 Web UI的效果是要好于这个Conf UI的 这个是不争的一个事实 所以说呢 很多人就做了很多兼容的节点 想在Conf UI里边来复显Web UI的效果 那这个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节点 大家注意啊 这里边呢 主要是将这个Token的一个规刑化 以及这个权重的一个插持方式 可以选成不同的 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选是Conf UI的 还是这个A1111的 那这儿呢 主要是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 这个采样器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啊 固定的种子 然后二十部采样 注意这个CFG值呢 是5.0 然后DPMPP 2M的采样器 Keras的规划器 当然是1.0的降噪器数 好 下边我们跑一下来看一下 好 现在开始采样啊 由于是图片生成 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效果啊 这个相似度呢 我们觉得能在80左右 对吧 其实跟Instant ID可能是差不多的 你注意啊 这个权重呢 是0.75到0.85 你可以设的更高一些 但是不要比0.85再高啊 再高的话呢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 这个图片某些地方会崩掉 或者是真的一些情况 大家看一下 当我弄85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一些 是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流啊 好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工作流 第二个工作流呢 其实只是加了一个 Face Detailer 也就是我们生成了这个 图片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面部的细化 这个效果呢 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大家就在这个类型 我们同样选的是这个Fidelity 如果大家经常去玩这个 Config UI的话呢 对于这些节点 因为都非常熟悉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工作流 第三个工作流 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啊 用了一个Apply Control Net 这儿建议大家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DW Open Post 大家尽量的把这个面部 给它关掉 手呢 也给它关了 我们只要这个基本的什么呀 叫肢体形态 得到一个Open Post的 这个预处理的图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 你选这个Control Net的时候 这个可选的比较多啊 一般有两个系列的 常见的呢 可能是用这个用的比较多啊 就是Sensor这个 那如果你选了这个的话 你注意我们在这个预处理器里边 有一项啊 就叫Open Post 这个 它是有一个和这个Config 对齐的一个选项的 你最好把它打开 那如果你不开的话 这个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下面呢 我们跑一下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 它的这个姿势图啊 你注意 这没有手 也没有脸 因为手和脸的话呢 可能很容易出现什么 肌形 还有我们大概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里边的话 由于我这个权重设的比较低啊 0.7 0.7 所以说它这个姿势呢 可能并不是说完全的一样 当然呢 你可以选成别的 比方说这个 有可能它的强度会更强一些 这个你可以试着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更强一些 是吧 所以说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定啊 那我建议大家呢 就选这个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个比较高级的应用 这个呢 是用了Instant ID 其实我乍一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有点搞笑啊 就开玩笑 什么意思 就是本身 它的作用就是和Instant ID是一样的啊 然后竟然呢 在这里边还套了一个Instant ID 总觉得很滑稽 但是它既然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来试一下啊 你要注意啊 在这儿的话呢 它同样选的是这个Fidelity 其实呢 在这儿的话 你可以试着选一下这个Edit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先选这个 然后这个Instant ID很简单啊 就是把出来的这两个条件 然后连过来就可以 然后你要注意就是 在这儿呢 有一个Image KPS 它是控制什么 控制这个人物的脸的这个朝向的啊 你可以单独的传一张图片 可以控制这个人物的脸的朝向 其实呢 也可以控制景别 就是脸的大小 注意在这儿 我们这个model是没有直接参与采样的啊 这个model还是用我们的这个Hepalora生成的model 来进行采样的 所以说呢 在这儿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Instant的model 并没有作为什么呀 作为采样的模型 所以说呢 重点还是借鉴了它的正向条件和反向条件 我们直接跑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跟刚才也没什么变化啊 看下Detailer之后呢 我们觉得这个一致性也是不错的 另外的话呢 我们切一下模型啊 大家注意 我现在呢 切成这个Edit这个 那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Edit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尤其是我们在用了Instant的Edit之后 说实话 不管是那Edit还是上面那个 其实呢 并没有本质的这个什么 这个区别 所以说你在用的时候呢 你就尝试着来就行 这是三个最基本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它的官网 然后下载这个工作流 那有人说 怎么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当然是把这个东西给它什么 融合在一块 所以说呢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叫综合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工作流呢 我给大家做了一下模块化的设计 简单看一下 首先呢 是图片处理的部分 这个呢 主要有两个啊 一个是我们的叫reference face 就是参考的这个脸 同样是三张图片 这呢 我有一个参考图片 我们会用它来生成提示词 来固定姿势 这个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都行 然后呢 就是关于这个laura的部分 这个laura的部分 我默认选的也是fidelity 跟刚才差不多 你注意这个权重呢 我用的是0.85 这个底膜呢 我这用的是Cyber Realistic 而且是21 提示词的部分呢 我并没有自己去写 而是用我们的控制图片 也就是这个 然后经过florence 来生成了一个什么提示词 你要注意啊 这个提示词呢 由于它是sdxl的 所以说是需要有触发词的 它在它的这个官网上呢 也有说明 我们可以找一下啊 注意是这几个 所以说呢 我在这儿啊 是把这几个词单独拿过来 然后通过一个文本的连接 然后把生成的这个 给它连到一块 但是你要注意 这儿有一些技巧啊 就是我们这儿生成的时候 一定要选这个什么 标签是生成 因为这个提示词 效果就更好一些 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啊 最早的sd15都是标签的 都是这样 对吧 一个一个词 后来呢 到sdxl呢 变成这种整句描述的 但是相对来讲 可能还是标签化更好一些 而现在的这种flux啊 其实呢 我们更多的还是句子的描述 另外就是这个tokens的数量 大家不要用1024 太多了 所以说呢 你可以少一点啊 比方512 或者是再多一些 也可以啊 完了之后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特殊的 text in code 这个一定要选对啊 然后生成我们的基础条件 然后这个条件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 Eastern ID 然后这个条件呢 又会经过上面的containet 然后这儿我同样是姿势啊 有人说为什么不用daps 不是说daps控制更好吗 你要注意啊 姿势呢 它对脸型啊什么的 是没有影响的 如果你是深度图 或者是线稿图 这个对脸是有影响的 你现在本来就在做人物的一致性嘛 如果你的containet会影响脸啊 这个会比较麻烦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手去掉 把脸去掉啊 就是尽量的别影响这个脸型啊 因为脸型上不像 它就的确不太像 这个模型呢 你选哪个 我们还是选我们刚才那个吧 主眼这儿我用的是0.5 0.5 用0.7也没有问题啊 你可以用到0.7 但是不要太大了啊 你要太大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呢 很容易出现这个手啊 变形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下边就是采样 完了之后呢 进行一变face detailer啊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这个都用上了 好 下边呢 我们给大家生成一个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跑的时间会相对的长一些 因为我们用到了各种各样的模型 现在呢 开始采样 生成第一版的图片 大家看一下这个质量呢 还是挺高的 然后呢 我们再经过一次face detailer 这个效果就有什么 更好了 是吧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切一下啊 切成这个idea的 别的呢 都不变 再一次生成一下 那你感觉一下哪个更好 这个有的时候没准啊 这个也不是说他理论上说 用哪个就用哪个 这个你还是要看实际的情况 这个就完了 哪个更好呢 我比较不出来啊 另外呢 他支持各种各样的分辨率 比方我们选一个弹吉他的这个 再来跑一遍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你要注意啊 我们一般的话呢 不建议大家使用这类的图像 不是因为它是方的 而是因为它是一个靠顶上的视角 open pose 在展现这种的时候呢 其实不是特别准确啊 我们来跑一下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采样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它其实呢 并不能展现俯视的这个视角 反而会导致人的头和身体的比例失调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并不希望大家使用这样的视角啊 反而是正常的视角可能更好一些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感谢观看